我家这个纸疼啊 爬到太高了 看一下 把棚顶到掀开了 哇小鸡出来了 天呐 小鸡啊 哇真的是 哇这小鸡怎么出来了 这么快 好像还没到时间哦 这么快 是哦 给我吓一跳 太快了 你怎么一下就出来了 不止一个 下面还有 看他 他翅膀看到小腿了 哇看一下出来几个了 没对 哎呦 这这样是 哎呦 你看这里还有一个 哇这都杠出来 杠出来 哇太意外了 因为我感觉才十多点 还没到21天 但是怎么立正快就出来了 咱们把这个 纸疼啊 他把棚顶给掀开了 给他锯断了 打打 给他打打 是 这不能扯下来吗 扯不动了扯不动 他把棚顶都掀开了 就给他锯断了 他这个长得可快了 这纸疼长得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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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两个月前我都搞过 他的纸疼 又长了 这个位置 能爬那么多 我记得两个月前我都搞过 上到五个月前我还按 Wonk 这个月 morgen日子 这一花又涨到就次 化妾了 他掉了 它后面还要找到 太快了 плохо 抹断了 噢 legends 此乎 冰箱 可以看一下新家的东西 啊,什么东西啊? 看一下这什么? 哇,铜奶耶,这年很火啊,这个铜奶 我爸都想说要我倒两瓶回去,我还在找呢 我跟你讲,火的一塌糊涂 它火不火更重要,重要的是咱们施压品质 还有一点非常惊讶的 哇,你看它的营养成分 来镜头近一点 哇,看一下它的营养成分 这么多,是好多奶,像牛奶,羊奶 都没有这么多营养成分的 哇,我一看到就不淡定了 咱们先试一下味儿 哦,它是独立包装的 哎,它是独立包装,我以为一大碰了 这样更好了,太发烈了 你看,每个是独立包装啊 哇,这么好 来,我们一起试一下味道 闻起来还挺香的奶味,是吧 嗯,没有那么炸味 很香,奶香味很臭 嗯 小猫要用温水啊 温水 哇,奶香味咯 哇,好纯的奶,好纯的 有点咸咸的 有点微微的咸 嗯 嗯 这就是纯奶,你知道吗 嗯 哇,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 不要加糖,直接就这样喝 有点淡淡的 咸 它就跟那种好牛奶 纯牛奶是一样的 有共同点 就是有点点咸 嗯 好喝好喝 但是这种咸好淡 一般人喝不出来呢 嗯 哇,这铜奶真的营养质太高了 每天喝一杯真的 小铜奶都松了 哇,好喝 有人给我推荐了牛肉丸和牛津丸 说这个口感和味道非常的棒 好不好呢 咱们试过才知道 清水给它先煮两个 试下味道 这个味道闻起来也挺香的 咱们试下弹性 用手捏一下 哇,挺Q弹的 最主要是吃啊 再试下口感 咱们拿一颗牛肉丸和一颗牛筋丸 用清水煮一下 试下味道 现在已经煮好了 咱们看一下弹性啊 哇,好弹哦 真的,咱们试一下味道 咱们现在要试一下味 口感和味道怎么样呢 咱们也不知道 试了好了 我就推荐给大家 如果不好呢 就当一个视频看 先吃牛筋丸 哇,好弹哦 好香的牛筋丸 口感可以 不错,这牛筋丸不错 咱们试下牛筋丸 哇,真好吃 可以 哇,牛肉丸香味太浓了 它配料表非常干净 没有添加什么香精之类的 都没有啊 哇,这个味道真香 口感弹弹的 我以前去过潮汕 跟那个我在潮汕吃的牛肉丸有一比 太好吃了 我是多少年 没有吃过这么正宗的了 等下咱们拿这盘做红勺 一想想到是 我已经把这个好吃的牛肉丸 和那个鸵奶啊 放到桌船了 大家要需要配下的 真心不错 牛肉丸呢 两面全打着花刀 牛肉丸 我们先放水中 给它煮熟了 配菜啊 咱们准备了 把番茄和青椒 这道菜转焯底下饭 转至没准备了 锅中放底油 放入葱姜炒香 放入牛肉丸 放入酱油 中落入酱油 中油 中松油 中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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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放入番茄,生姜 出锅前,放入淡染油 放入蒜末 放入蒜末 好香啊 吃饭了 我真没问完好久没闻到香味了 非常的香,你现在偷懒 特弹特弹 嗯,算了,还有点点 好香是吧 嗯 真好吃 口感真的是一级棒 这牛丸能吃出来特别的纯吗 你都会吃了,这么厉害 真的很吃 嗯 这个小鸡不知道今天拖了几个 我看已经到了很多瘦剪大 但是不是同一时间放的,相差几天了 应该已经做 这把鱿鱼在看,它是不是有牛肉味了 它不吃 我看得到 在这把鱼皮拿去 切洒腌 好了 我先去切洒腌 好吗 再拿好香 好 好